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新英雄纽特的最新改动 还没看之前视频的可以先看回去 这样你就知道改变的地方在哪里了 那首先是他的普通攻击 现在会造成两段伤害一去一回 去的那一下是很容易命中的 但是回来的那一下就有可能放空 尤其是当我们边走位边攻击的时候 另一点我发现的就是第一个普攻打出去的光球还没有回来之前 我们是不能接下一个普攻的 必须等光球回到我们身上才能再次普攻 接着我试了一下提高攻速 发现光球的飞行速度并不会跟着提高 飞出去再回来的速度跟没攻速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攻速对于现在的纽特起不了任何作用 但奇怪的地方就在于 他现在的被动仍然是给他增加攻速的 就是血量下方的那些黄点 所以目前这个被动感觉就好像很多余 第二个改动就是一技能 现在是直线型攻击 像一个方向发射子弹 命中敌人能给纽特添加一层被动 然后二技能没有改变还是跟之前一样 最后就是三技能 现在开启之后会有一个黑洞和一个分身 但是星天的一个位移效果 在黑洞持续时间内 我们再次使用大招 会向着黑洞的方向位移小段距离 真的就是一小段距离 我不知道这个位移效果有什么意义 或者有什么特殊用途 无论是用于逃生或追击都感觉不太实用 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位移的方向我们是不能控制了 它只能向着黑洞靠近 总之我个人对目前这个改动很不满意 感觉就好像是设计师想给纽特添加多点乐趣 所以就夹杂了一大堆花样 把简单的机制复杂化 最后就选择很多地方都不切实际 说实话我还是比较喜欢之前那个 靠攻速打魔法伤害为主要输出方式 简简单单就好 不过以目前纽特的能力来说 它现在是普攻可以让它快速推陷 这是最大的一个好处 如果真要玩的话 攻速是完全不需要的 装备可以出一个无尽对决和绿刀 接着就出法术穿透和吸血 因为目前它还是打魔法伤害 而战斗中我们只能打爆发 普攻一技能普攻 可以瞬间打出五段伤害 最后再说说这个大招 开启之后攻击敌人 是不是有点像在打冰胖 这是因为分神会模仿我们的攻击 不过现在分神的攻击 不能再叠加被动 这就让被动显得更加多余 不知道你对这个全新的牛特有什么看法 对它现在的改动是否满意 欢迎留言分享 那最后再外加一个彩蛋 下个赛季打野刀和面具都会下架 它们的属性会附加到鞋子身上 你也能当它们是打野鞋 或面具鞋 所以游戏中我们只需要跟着自己想要的属性挑选就好 就是先购买普通的鞋子 之后再进行升级 打野的属性分为三种 面具则有四种 属性都跟现在的打野刀和面具相同 唯一不同的是以后的打野和辅助玩家 都不需要再出面具和打野刀 也就是说他们会多出一个装备栏 可以多买一件装备 相信这对很多玩家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罗人 游戏一块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